摩羯座2月比12月1月好太多了 一方面因为你们换命换完了 所以呢生活的主控感会回归 很多的摩羯座会找到新的工作 或者是有新的面试机会 或者开启财务的新计划 2月份的摩羯座不再把力气放在 无用的人事物关系上面 会投入到新的价值回报更高的事情里 2月5日呢水星换座 13日到18日金火也陆陆续续换座 会让摩羯座在工作读书上 注意力回笼 不再说这个那个一把抓很乱 而是会抓精华 完整的时间去给到一件事情一项任务 这也意味着持久的专注力 对于摩羯座2月生活很重要 心一旦野了就会荒废 财呢也会溜走 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定要让自己专注 因为这个时候你们是能够产出 大量的作品内容的 而且及时回报很高 虽然呢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 被扣掉一部分啊 但是留下到摩羯座口袋的财 依然是很丰厚的 或者说留下的一些回报 也是很可见的 所以呢2月就一直埋头做事就好了 过年也不必走什么关系 人际方面可能更多的是 别人有求于你们 而非自己向外求 如果想要走动关系的话 比较有用的关系 会等到20日 太阳进入到你们的星盘三宫 24日满月再去联络互动 效果会更好 那个时候遇见的一些人 也比较能够用得上 能够获得理想的现实回报 上旬呢更多靠自己 下旬呢会有外界的帮助和新消息进来 摩羯座在这个时候 也需要分一部分注意力去到外面 可能会有跟异地啊 线上啊 互联网啊 教学考试等等有关的事情要顾 所以呢工作读书的话 要珍惜上旬的一个光阴 爱情人际呢 二月比较注重主观的感受哦 摩羯座想要在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 有一份很简单纯粹的爱 所以呢很难给 没有感觉的一些关系机会 其实呢桃花摩羯座这个时候是有的 甚至有人可能明确告诉你们喜欢你 但是呢你们要的是 自己奋不顾身的时候 对方也恰好热烈的回应你 这样的一个感情 所以这一方面代表 有伴侣的摩羯座行动力会变高 上旬呢更愿意表达 但是呢也稍微有点固执 下旬有的时候要注意别太直给 无论男生女生这个时候 都有点偏中性化 就有点小小的粗鲁啊 摩羯座要注意 不是说凡事都得有个理由跟意义的 如果盯着对错 可能反而阻碍双方的成长 另外一方面呢 单身的摩羯座在这个时候 如果太限定在自己的框里面呢 就会发现来的人 可能跟自己的一个理想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这个桃花就容易变窄 美容健康呢好消息 摩羯座一定是春节大方异彩的那个人 会变得漂亮 你们所做的美啊 身材有关的应急措施都非常有效 所以当然适合做调整啊 也有人可能会用新的护肤品啊 吃新的宝类剑类的东西 对财务方面的摩羯座也不会再乱花 而是会在自己觉得值得的东西上面花费 值得的比如说看他人推广的 摩羯座就会果断的买 不值得的呢就会权衡很久 或者是连看都不看 跟之前比呢 财运整体是有一个回升的 二月下旬才运会更好 整体二月呢是一个回血复活的运 抓回一些损失和散脉 让各方面重新回归到某种框架下 稳定的去运行 那要祝所有的摩羯座 丰富生活的底色 追求卓越的人生 好运啦 我是艾达三老师 一起用新作和心理学 更好的引导资深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